近来MeToo浪潮席卷台湾,包含政坛,娱乐圈等,都有受害者站出来发声,日前大牙,周一配,发文痛诉2012年在黑色惠美媒时期曾遭黑人陈建州姓骚,陈建州则透过律师声明全盘否认,不料昨晚,28,日间又有第二位女星出面指控黑人,艺人,阿元,郭圆圆,在脸书贴文指控黑人姓骚,并详细描述两次姓骚细节,对于第二人指控,黑人经纪人也16字发声了,针对莫须有的指控,我们不再回应, 郭圆圆写下信遭详情,他表示第一次是发生在黑人松烟的办公室,黑人称,有一些衣服品牌的东西想送他,这次碰面前黑人曾传讯息,传自拍照给黑人哥看看呀,而当时正值范范怀孕期间,让郭圆圆感到非常疑惑,当天碰面时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个人,黑人突然从后面环抱他,说要轻轻,郭圆圆不停挣扎,黑人则继续按住他说,你先亲我一下,你先亲我一下,郭圆圆说后来黑人断断续续传来的若无其事的讯息,工作上, 的关心,以及他自己生活中其他的琐事所以不了了之,没想到第二次黑人要说要送衣服,鞋子给他,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上要他上车,郭圆圆直呼,自己被赶鸭子上架,慌忙的上车了,黑人将他载回家,并倒饮料,威士忌,给他喝。不料过没多久黑人整个人压上来,郭圆圆遭丢上床,是他与伴伴的主卧室,然后又被很轻易的抓抱起来,到另一个房间抛到另一张床上,郭圆圆表示自己,不断挣扎,奋力挣扎, 他轻松抓抱起我的样子,让我觉得我像棉花一样轻。我一直说我想回家我想回家,或大声或小声地讲,头脑非常混乱,甚至感觉到黑人的下体,他放声大哭,黑人又像是突然醒来,好啦好啦我带你回家。 文莫郭圆圆也透露自己站出来发生的原因,他说,我们都希望坏人踢到铁板,我们都不想成为那块铁板。 不为什么,毕竟当时安抚自己好久好久,在得以平静过日子的现在,要再主动说出来,除了再让自己难受一次,还得迎接势必会如浪打来的媒体报道,茶余饭后,即充满恶语无知的质疑与检讨。 当那块铁板太不容易了,当那块铁板太痛苦了,当那块铁板的每一位,让人倾佩,心疼,敬佩。郭圆圆也喊话大哑,大哑,辛苦你了。 我对黑人陈建州已经不存在原谅或不原谅的心情,因为这件事在我心里很早以前就过了,剩下的是我跟我的事。 然而,现在决定说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,就是我不想让大哑只有一个人。 而大哑也在留言区痛哭写下,我哭了,我懂你的害怕,我哭了,原来他的魔爪声这么长。 好心疼你,我不是一个人,你也不是一个人,已经有超过八万名网友按赞声援。 而网友从郭圆圆脸书肉搜到他与黑人的合照,发现他当时正为黑人公益计划,Love Life姻缘,没想到却在其间遭陈建州印上未碎,网红陈怡就在脸书痛批, 很多人在喜风向说黑人陈建州做了很多好事,热心公益,既然你们想买赎罪券,那就来聊聊黑人做的公益吧。 多年前黑人曾经卖公益T恤,一件580块,结果被爆出他一件只捐出100块,对此黑人表示制作成本180块,还要扣除营业税和营锁税,他不知道会负担多少税额,所以先预留税款。 不过如果是交给慈善团体来卖,根本不需要扣税,黑人用他的公司去卖,主打公益,账目却不清不楚,就是在消费公益,跟卖爱心比没什么两样。 从此,Love Life变成了Love Life。 另一方面,昨28日深夜11时33分,陶金莹也针对MeToo事件在脸书上发声,姐姐妹妹站起来警号MeToo。 贴文一出,迅速吸引大批网友按赞留言。 短短4分钟便超过1000人按赞。 有网友挖出约22年前由陈建州与罗志祥、Makio共同主持综艺节目TV三剑客,当时Kiss新干线单元特别邀请刚出道的SHE担任特别来宾,其中Selina抽中与陈建州一组,Selina需戴上眼罩坐在座位上,陈建州则在嘴上涂了口红,由道具轨道滑向Selina,Selina必须按下暂停钮,才能不让黑人轻到他脸上,结果Selina来不及按停止钮。 陈建州最后当场,激吻Selina,陈建州事后拨头发露出爽翻的表情,让Selina当无连惨叫,崩溃表示,为什么我觉得有舌头的感觉。 目前郭圆圆的发文经过13小时,累计超过28万赞,2.3万则留言,1.7万次分享,底下更是有一整排栏勾勾回应。 MeToo浪潮席卷台湾。 近日大牙,周一佩,发文痛诉,2012年在黑社会美媒时期,曾遭黑人陈建州姓骚,陈建州则透过律师声明全盘否认,金玉更二度发出声明表示。 关于周一佩女士于2023年6月27日,在脸书刊登之贴文内容纯属虚伪不实,违法侵害当事人名誉及人格权盛据,基于恶意造谣林容忍之立场。 当事人已于今日,6月28日,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,请求周一佩女士赔偿当事人新台币1000万元。 声明稿中还表示,请求法院命周一佩女士于脸书刊登道歉启示,以恢复当事人名誉,并强调,当事人承诺因本诉讼取得支赔偿金额,将权数捐出与妇女保护,犯罪被害人保护等之。 社会公益慈善团体,八毛律师看完黑人夫妻的三点声明后,提出三点看法。 一,律师好像把自己当事人名字打错了,网友补充,伪是本名,二,提1000万的损害赔偿要先缴10万裁判费,三,宪法法庭已做出111年宪判字第二号判决,认为回复名誉之方式,不包含,法院以判决令加害人道歉, 使服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,及思想自由之意旨,也就是认为以判决强制道歉是违宪的。 八毛律师说,这个宪判字当时蛮轰动的,直言,现在还会有律师提出,素知声明是要被告刊登道歉启示我有点意外啊。 另一名律师黄帝颖也指出,大雅指控陈建州性骚扰的内容,人事实地误叙述都相当明确,而且有化妆师等人可以作证, 无论双方在法庭上的攻防结果如何,只单就陈建州要求大雅道歉的部分,宪法法庭111年宪判字第二号, 判决理由已明确指出,法院以判决命加害人道歉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意旨有为,所以陈建州这部分的主张一定败诉。 另外,教堂哥哥陈嘉行也在脸书发文表示,黑人此举,公关手段多于法律实质异议, 他也点出陈建州的律师涵第一点,强制大雅公开道歉有违宪疑虑, 他认为,为什么不直接告刑事加重诽谤,并附带民事求偿1000万, 应该应该啦,大雅只要有人证,或真的握有一些证据就会获判无罪。 脸书粉砖,东村陈医师的诊疗事, 博文表示,黑犯夫妇要告大雅损害民欲求偿1000万, 心疼直言,所以别再责怪MeToo性轻性骚受害者了,光是要站出来就需要极大的勇气。 Toys昨晚开直播谈到大雅控诉黑人性骚扰仪式,表示事发时间为11年前, 应该难以留下误证,如果大雅没有关键性证据,很有可能被反告毁谤, 误告,因此另一条出路就是找出其他受害者共同发声, 他也邀请大雅上直播讲清楚说明白,并直言, 如果你有铁证,我愿意一起跟你承担法律责任。 大批网友涌入大雅脸书,要大雅好好撑住, 也希望有另外受害人可以出来指证, 也有人表示,本来很心疼泛泛。 现在直言,这对夫妻就是堵大雅拿不出证据, 也有人表示本来很同情泛泛, 认为他连个人隐私都被爆出来蛮可怜的。 不过最新声明曝光后,网友风向逆转, 表示,本来觉得半被爆个人隐私蛮可怜的, 现在觉得刚好。 面对陈建州,但伟奇提告求偿1000万元, 晚间大雅透过脸书再度发声, 表示,再次感受到当年窒息的压力, 但是这次我会勇敢法院见, 贴文曝光后,立刻吸引超过万人按赞, 留言区再度涌入许多人力挺。 OK,好,就是今天先, 大家最近辛苦了, 然后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做爱心是重要的事情, 而且这社会上其实还蛮多需要被关心的事情, 那你们想知道的事情,其实我不是当事人, 然后我也不太方便回答, 所以今天还是我们的重点还是我们的爱心活动, 谢谢大家辛苦了。